尘世常多 雅惠心 忍不开眉 画堂歌馆 深深处 难忘 九盏花枝 醉香 风景好 携手同归 忍不开眉 携手同归 秦儿姑娘 这些绕来绕去的话 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首词的作者 多是在感叹人生苦短 希望少一点名利牵绊 多一些雅惠开眉 少一点凡尘俗事 多一些九盏花枝 你们送人风衣足时 还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啊 在我们大厦 只要有吃有喝 大家就都会开开心心的 每天看着日头出来 晚上困了就睡觉 没有这么多烦恼的 这也是这首词的作者 所向往的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熄 每天跟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即使 是粗衣淡茶 也会幸福快乐 宋人真是有意思 你们那里的姑娘都会永世作词吗 诗词对于宋人来说 就像西夏的民谣一样普遍 无论是男是女都会歌詠 那 这样说来 叶将军是不是也会跟仙儿姑娘一样 念事永辞啊 仙儿 不过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民间歌女 像叶将军这样的人上之人 她的生活 恐怕不是我这种平民所能了解的 那 民间又没有关于叶将军的传说啊 就比如 她平时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 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还有 还有 她是什么暑假 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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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川 你怎么在这儿呢 仙儿 看这衣服 喜欢吗 大哥 我正在跟仙儿姐姐聊天呢 你现在真扫兴 聊什么私人话题呢 哦 该不会是我们银川妹妹 又看中哪个英俊的放牛郎了吧 大哥 仙儿 这衣服 真好看 这衣服 适合西夏最美的姑娘 试试吧 来人 来 带仙儿姑娘去试试衣服 仙儿 西夏最 Pastor 小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